令人意外的是 这一致命缺陷并没有影响到 套头一在苏军的服役 相反 在二战后期 他得到了苏军更多的青睐 随后更是服役了近三十年 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人说 在举国之力与德军死磕之时 以战斗民族的血性 套头一带来的救治伤员不变 实在算不了什么 真正考验苏军的难题在于 空前的战况给苏军后勤系统 带来了不小压力 必须削减军服成本 勒紧腰带才能扛住德军 1943年 套头一在使用保护色标志时 作为野战服使用 使用标准色标志时 作为长服使用 也就是说 苏军士兵无论是做军打仗 还是日常生活 都是一身穿着套头衣 只是颜色不同而已 与此同时 苏军对三五式军服改版 翻领变成了立领 领章变成了奸章 后来逐渐增加了胸部口袋 内袋等 也是在这个时候 套头衣再次配上了 象征军人等级的奸章 早在1917年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 列宁就以下令 取消了红军奸章 斯大林为何要在1943年 再次重新引进俄罗斯帝国的奸章 此时的卫国战争 已进入最为艰难之际 斯大林此举是为了激发 整个战斗民族的斗志 全新的奸章不同于苏军此前的领章 以三角形 矩形等简单的几何图案 采用了金属材质的新型符号 高级军官的奸章 还有镀金的钝形文章 1945年下 数百万苏联士兵 就是穿着这套军装 一路西进攻入柏林 彻底打败了德国 不断改版 增加奸章 套头衣的土味气息 不再那么浓烈 然而作为军用长服 与开金式军服相比 套头衣想要变成信任眼球 有着先天不足 其油爆琵琶半遮面的饰样 更是与战斗民族作用格格不一 为此崇尚荣誉的苏军 但凡立有战功的官兵 都会将军功章挂在胸口 这也成为苏军在全球军界的一道 独特风景 甚至影响着苏联人民 乐中于表彰 包括号称勋章之王 酷爱给自己受勋的 薄烈日涅夫 如果你想观看本片 40分钟完整版 请加入YouTube左右视频 会员频道 您可以在电脑端 点击下方加入键 或点击内容简介中的链接 那里有更多 左右视频原创的纪录片 等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